很显然 林雨轩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在自己面前装逼 在小弟面前出风头 叶少阳看得明白 心中很是不屑 只是觉得好笑 林雨轩把五星旗插在各代表着命数的星盘上 盘膝坐在中间 双手截眼 用神识控制着五星旗 还抽空瞟着叶少阳一眼 淡淡一笑 很有显摆的意思 小齐无风自动 过了有半分钟左右 其中一面小齐不断的明面 剧烈的抖动起来 不好 东方有情况 答起来了 林雨轩惊叫离省 急忙做法 令其余死日夜叉前往支援 飞身而起 朝着东边跑去 口中嚷道 各位 夜叉遇到墙底 八成与妖王有关 快随我去诛面 一行人飞奔过去 正好东边有路下山 并非悬崖峭壁 一路下到山底 夜叉遇到立刻感觉到 空气中充满了浓重的 犀灵气息 心中凛然不已 翻过一道山丘 林雨轩等人站在封顶 逃去望去 大声说道 何等妖孽 见我等 还不束手就擒 做无谓的挣扎 一声冷哼 从山下传来 你们便是一起上 又能如何 夜叉遇到这声音 猛然一睁 怎么好像很熟悉似的 急忙爬上风顶 望向一看 几个夜叉 正在围攻一个白色人影 那人影 穿着一条连体的长袍 毛颜下摆 遮住半张脸 全身都被包皱 看上去 有点像是个 宗教的妇女打扮 杨公子 失踪了那么久的杨公子 居然在这里出现了 邪灵 林雨轩冷冷地说道 这邪灵既然在此地出现 多半跟即将出事的 妖王有关 先行勤妆 然后拷问 这邪灵 五只野茶都困不住的 恐怕不好对付吧 林雨轩淡淡一笑 米粒之光也放光滑 待会我来对付 若还有通货 你们再上也不迟 说完 景之下山 一众小弟和那两位长辈 也连忙跟了上去 没想到他在这 一会儿打起来 你怎么办 锐冷玉也认出了是杨公子 向叶少阳问道 叶少阳想了一下 说道 我肯定不会让他们捉了杨公子 但也不可能让他杀人 待会儿 看看找机会劝说吧 锐冷玉笑道 你要是那么做 在林雨轩这 可是落下把柄了 叶少阳明白他说的什么 只是笑了笑 毫不在乎 林雨轩下去之后 也没有着急动手 而是观看杨公子 与五只野茶的战斗 摸索着杨公子的进攻路数 他虽然自打 装逼 但也不是傻逼 有个二逼小法师 仗着人多 冲着杨公子喊话 让他放弃抵抗 赶紧投墙之类的 一般小楼老 都特别喜欢这样的台词 千古不变 杨公子操控着一条 白脸般的混沌之计 游刃有余地 反击着进攻 似乎并不着急 口中淡淡劝道 我不愿伤人 你们赶快离去 不然一会儿我朋友来了 你们走不了了 哼 一只邪灵 看到我们这么多法师 反而嘚瑟上了 我没听错吧 一个年轻的法师 嚣张的大笑 你那个什么朋友 莫非是妖王不成 说得这么牛逼 吓得搁蛋都疼了 另一个年轻人说道 你不要听他胡扯 他要是真有什么朋友 为什么还不出现 留在一个人营地 这肯定是他的缓兵之计 扎眼之间 杨公子的混沌之计 将两只夜叉脊嘴 化作青烟 钻入地下 回到了阴厮去了 众人目瞪口袋 夜叉是正牌的阴神 实力很强 以武敌一 居然被他连着打走了两只 而且这席领 非常游刃有余 根本没有使出全力 几个小法师 哪里见过这么强横的席领 顿时都面面相取 林雨轩的表情也凝重起来 去掉被赶走的那两只夜叉的命骑 滑破指尖 用血擦过剩余的三只命骑 在三只手粘着 不断地转动腾脱 用扶战的力量 将那三只夜叉的实力 大大的增强 攻势也愈发猛烈 杨公子手中一条混沌之气 轻快舞动 全然无惧 很快又将一只夜叉 打回到银丝 转头对着这边 一双眼睛 似乎从毛颜先望过来 你们当真不走 猛然间看到叶首阳 动作停止了一下 被这两只夜叉 抢弓 抽身退回 急迷问道 这些人 都是你带来的 叶首阳怂了怂心 我这一事也说不清楚 先不要打了 杨公子刚要开口 那一边 林雨萱却趁他们说话的功夫 操控两头夜叉 猛然抢弓 杨公子光顾着跟叶首阳说话 而且潜意识中 认为他们是一头的 既然叶首阳开了口 战斗应该停止了才对 哪里想到 林雨萱突然袭击 差点吃了小亏 有点狼狈的 向后击退了十几米 躲过攻击 冷横一声 杨公子衣袖翻飞 又飞出两条混沌之气 捏在手中 叶首阳看出 他要来真的了 林雨萱那边 一时得势 还咄咄逼一人的 控制着叶叉进攻 心中又不要 按摩这货白痴 一旦杨公子打红脸 自己怕也劝不住了 当即 姐姐勾混索 飞身冲了上去 怎么让她先上了 有林雨萱的小弟 纷纷不平 林师兄 还不容易控制局面 别让她捡了便宜 结果 后面发生的一幕 简直令他们大跌眼镜 叶首阳手中的 勾魂锁 攻击对象 居然不是邪灵 而是那两只夜叉 而两只夜叉 正在与杨公子争斗 哪里想到 有人从背后杀过来 急忙回头 将手中的鬼叉 刺了出去 勾魂锁一甩 缠住两只鬼叉 叶首阳 立刻栖身而上 在两只夜叉脸上 各自贴下灵符 太一佛臣 一手一提 在两三秒之内 划出符胆 结成了一张 归魂符 二位阴神 归位吧 叶首阳双手结也 念起归魂咒 哼 灵雨萱这才看出来 叶首阳的意图 空手凌空一刷 两道红线虫指尖 打了出去 落在两只夜叉身上 立刻绕住脖子 不断地收紧 将已经变淡的身影 又聚拢在一起 口中发出丝角 吹动叶首阳的 归魂符 隐隐又飞落的态势 叶首阳 捏住两根红线 用力拉 上面钢气燃烧 魂圆定型 拉起来 纹丝不动 灵雨萱一边收线走来 一边露出了得意的笑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